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我们一系列分享耶稣基督的一位先锋 为他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 当施洗约翰要出来 他开始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 其实在他周围的许多的人 对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还不是耶稣是谁 而是你是谁 你是谁 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在面对这个问题 我是谁 我到底是 当别人说你是谁的时候 可能不只是问问说 你姓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你在哪里工作 你爸爸是你妈妈 这些基本的一些背景 其实恐怕更多的时候 别人是在问我们说 你到底是要什么样的人物啊 我们恐怕也要面对自己 有的时候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在他的眼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恐怕更多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问问自己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有一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 神给我们一个关键的一个眼光 那个眼光是 他怎么看我们 神怎么看我 他是创造我的那位主 他创造我的时候 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说 他有一个预备要我们做的事 他对我们有一个计划 那个计划是 好像这个杯子被造出来 其实这个杯子被造出来之后 有一个造他的人 对他的一个计划 他需要成为一个盛装水的器皿 他是这边有麦克风 麦克风被造出来 对他创造的人有一个计划 是他要把人的声音给 收到人的声音 而且能够放大 这是他的价值 价值在哪里 价值不是我自己想的 价值是 这个造麦克风的人 对他的期待 是什么 恐怕我们每个人 也都在面对一件事情 是说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知道有一位创造的主 他对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那个计划 如果我不知道 我应该怎么去面对 我自己的人生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恐怕我们先要回来问自己说 那我怎么看我自己呢 我看我自己 其实是从哪个角度来看 是从上帝造我 他对我生命的那个计划来看 在他的眼中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他要我做一个 比如说他要我 他对我有一个生命 有一个计划 我就是应该好好的去录N.36 所以我是谁 我是去完成神要我做的一件事情 录N.36这件事 那是他对我的计划 当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计划 我认真的去做 这就是价值 你也一样 你也有一个他怎么看你 他对你的生命 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我们的价值是什么 使知道他对我的计划是什么 他预备要我做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我们很认真的去做 这就是计划 我是谁 还不止别人怎么看我 也不是我怎么看我自己 恐怕第一个部分是 他怎么看我呢 居住 我不能在买 我现在是 qu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